我们的能源系统,我们的光复系统, 百分之三十几代光电转化效率。 这个当然比以前建造的效率高得多, 所以我们的空间站的供电能力, 我们如果按空间站的载载质量讲, 单位对于供电能力,我们要比其他的空间站应该要高得多。 所以我们空间站研制了柔性的大型的太阳电池以及相应的能源系统, 包括转动机构,这个规模应该也是国队从来没有过的。 而且是柔性的。 我们还说电推进系统, 这个电推进系统,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, 电子推进也叫做离子推进,单位不同的形式。 我们采用了电推进系统, 这是地轨航天机没有采用过的。 我们当时就想, 什么叫电推进系统?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比充非常高。 比充就是你消耗单位推进系统获得的总充量。 电推进系统到1500、1600甚至更高。 化学推进系统多少?300多。 长毛推进系统300多。 低温可以到400多, 但低温在轨航上面放不久。 它会像液气, 你很难解决它的载轨长期使用的问题。 那我就比常温推进高了, 是相当于它的5倍。 而且这意味着你可以少消耗很多。 嗯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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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